电影之一的活动可以说是吸引了众多明星大腕的加盟 为了增加人气更是青睐了张艺谋 成龙 张子怡这样的巨型压阵 而凭借山河令大火的张志涵则是当天晚上最耀眼的明星 在走红毯的过程中 他的人气和呼声无疑是最高的杰人之一 当然光是走红毯肯定是无法满足大家的观赏欲望的 为了增加收视率和节目的影响力 主办方也是安排张志涵演唱歌曲 红托现场氛围 只不过毕竟是电影之一的活动 颁奖典礼才是其中的重头戏 张志涵获得了年度最受关注演员奖项 只不过背景却播放的是山河令片段 还有微上映的维和防暴队 其实张志涵在电影领域的作品并不是太突出 仅仅在令火英雄1921饰演了小角色而已 并且也没有出圈 当然张志涵因此能获奖 无疑还是因为山河令的加成实在是太大了 毕竟这些当红的流量 在电视剧领域做出了一番成就之后 肯定会向大一幕发展挑战更高的成绩 而在山河令之中大家也是看到张志涵的精彩表演和高超演技 虽然张志涵的确参与了新电影 且评价不错 后面就算是配角 也许还有戴上映的电影 所以说拿一个年度最受关注演员奖项 也是很正常的 当然张志涵最该感谢的肯定是山河令啦